我们大港内力病例中极控呢 经过这个对我们表面采样的最后病毒的这个分析 已经发现了活病毒已经正式对外宣布 也就是说物可以传人 这有非常完备的证据链 就是物是可以传人的 另外就是证明这种病毒在长期的冷冻的条件之下 是可以来长期转运存活的 这两个证明确实是在世界上首次找到了充分的证据链 我们现在已经要求在工作上一定是人物同查人物同解